春节期间公路总局一直在监控疏运状况 而在初五这一天台九县东澳到南岸路段 还有南澳市区路段 及苏花改观因古风隧道 中仁隧道北上及台九县和平重德路段北上 还是形成了易拥塞的情形 也提醒民众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 必须要有点耐心 5号是春节连续假期的第8天 也是农历大年初五 截至上午10点 苏花公路南下往花莲方向车流量为2000多辆 北上往宜兰方向预估今日车流量上有12500多辆 经南澳交控中心统计 0至24时南下车流量为7000余量 北上则为19000余量 经本所昨日只是分流 从80至23时30分 与苏解车辆车流恢复正常 今日北上车流与昨日相比较少 警方也将持续在重德管制站 实施双线单线人流方形 与苏解北上车潮 行程分局呼吁用路人 若民众对当地道路不熟悉 尽量行驶台九线 并遵守号制标志 行驶 公路总局预估 依据昨日的云运状况研判 台九线东澳至南澳路段 南澳市区路段 苏花改观音谷峰隧道 中仁隧道北上 及台九线和平重德路段 北上仍可能形成 易拥塞路段提醒用路人 行经上述路段时 应循序渐进耐心驾驶 并以速线范围内 尽量提高车速 避免车距过大 以维持行车顺畅 记者林杰 休林乡采访报导 休林乡采访报导